21日,香港高等教育界舉辦慶祝新中國成立72周年活動,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, 在支持中發出同一個呼籲, 希望加強對青年學生的憲法、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, 增強國民身份自豪感。 近年來,反中亂港勢力,利用香港特殊的社會政治情況, 刻意誤導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, 鼓吹港獨黑暴,導致有些青少年違法犯罪前途進位。 香港的未來與青少年緊密相連, 加補青年學生對憲法、基本法、國安法知識的理解, 做好愛國主義教育, 是香港當下撲切且必須進行的工作。 加強愛國協議教育, 是培育新一代愛國愛港接班人的重要舉措。 今日的香港,在國安法實施和選舉制度完善後, 已經由亂轉至由智及興。 愛國者治教與愛國者育人有了堅實保障。 教育工作者得以將愛國主義教育貫穿育人全過程。 這正是培育未來合格治港人才的絕佳時機。 香港教育界要攜手合作, 尋步系統推進愛國主義教育, 不斷捉勞愛國者治港的堅實基礎。 加強愛國主義教育, 是強調學生對國家的責任擔當。 當時,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, 香港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偉大祖國的北投, 也比任何時候都更應強調對國家的責任擔當。 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中, 特首林鄭月娥公佈了一項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, 政府將向每名獲聘到內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, 每月發放津貼一萬港元。 今年初, 特區政府又陸續公佈了鼓勵青年到大灣區創業計劃。 這些政策無疑為香港青年提供重要及多元的支持, 令他們為自己的人生,